哈喽大家好,我是七月,本期游戏视频《逃离塔克夫》整活改枪篇 这期视频的玩法如同标题一样,就是我帮队友改枪,队友帮我改枪,改枪没有限制,只要能开枪就行 这个玩法一般想干掉敌人是不太可能了,不过万事皆有可能 那么现在开始给队友改枪吧 另外大家别忘了最近西瓜视频的狗头活动 长按点赞会有狗头特效,评论区评论狗头可以获得狗头币,狗头币可以兑换超级奖品 那么老规矩,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过3000,我就火速更新下一期塔克夫整活玩法 现在队友的枪差不多也改好了,我给他改的这把枪啊,没有枪脱,没有机甲盖 握把是最垃圾的握把,弹匣是95发弹容量的超大弹匣 瞄准镜装了一个小型的弹式,我在瞄准镜面前架了一个战术设备 这个战术设备会挡住瞄准镜 另外还加了四个超大战术手电筒和小银器 反正这把枪想打死人几乎不太可能,不过万事皆有可能 那么进入游戏,看看队友给我改的是什么枪 What the fuck,绝了 队友给我改了一个半自动的冲锋枪,还装了个背景 这打得死人就有鬼了 不过,看着还是没有我给他改的阴间 来到亮院,面前就有强生 冲 哇咔,这也行 我以为他应该会洗内呢 没想到他给我破头了 不过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之中 第二吧,我还是给刘友改的刚才那个枪 但是队友给我改的就不一样了 他给我改的这个枪 你们表面看,感觉很正常 但是你们看后座 他给我改的枪后座力是519 而我给他改的是345 就离谱,我从来没打过后座力这么高的枪 结果意料之中还是白给了 不过,这把不一样了 我要和队友穿6级甲,5级头去工厂 给你们看看我给队友改的枪 HK416装的是100发弹容量的弹鼓 没有枪托,瞄准镜也没有 但是上了一个装狙击镜的基座 比没有基座还折磨人 进入地图后我突然发现 我忘记给队友带枪了 不过还好,我从前面应该没事 队友给我改的这把枪是一把AK 没有枪托,一个高北镜 后座力打得飞起 但是只要我涂敌人脸 后座力就不存在了 有敌人,队友不要打那两枪 然后队友居然冲过去把这个人砍醒了 就离谱 这把游戏打完 敌人估计得在床上躺3天 也想不明白 自己拿枪怎么能被拿刀的干掉 来到工厂办公区 队友遇到敌人了 我来 直接打成筛子 手术取出来几斤子弹 第四把 还是工厂 房间里现在敌人动静了 冲他 行 直接打到唯一人生 反手来到车里点 队友被老六蹲了 想跑 拉出来一枪爆头 我这辈子最痛恨老六了 如果老六就死我了 但我没说 好了 那么本期整个改强视频 差不多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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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